欢迎回来欧家生活 今天要聊的是四件 我生小孩前宁愿早一点知道的事情 这分别是存钱 后援 体力 还有工作 我们回到第一个存钱 我很后悔在婚前没有跟另一半建立一起存钱的共识 我们应该要一起思考看看现在的生活方式 譬如说有车贷或是有房贷的状况下 生完小孩之后 是不是还是需要两份薪水来维持生活 如果需要的话 可能生完小孩后就很难选择在家里照顾孩子 两个人都必须要出去工作来维持开销 小孩就必须要送托或是给长辈贷 预备进入婚姻的两个人可以算一下 结婚以后 一人份的薪水是不是就足以供应全家 另一个人的薪水就可以存下来当做育儿基金 因为生小孩之后的花费会比想象的还要多很多 那如果有多一份存款的话 用起来会比较的充裕 第二个是后援 你会想当一个全职妈妈可是又怕太累或者不能做自己吗 的确请公婆或是娘家来照顾孩子 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观念不合 可是有时候譬如说家里发生紧急状况或是妈妈生病 的确会需要一个距离比较近的后援 这个时候我就会很感谢公婆家很近 可以来帮忙 我跟Ethan有时候会需要两个人的世界啊 去约约会或喘口气就会请公婆来帮忙照顾欧母蛋 当孩子越来越大跟爷爷奶奶建立更深厚的感情之后 这个祖孙情也是很可贵的哟 虽然有些事情在爸妈家不能做 在爷爷奶奶家是可以通融的 但只要不是在安全或危险上面有很大的疑虑 孩子知道爷爷奶奶爱他 他还是会遵照主要照顾者 也就是爸爸妈妈的规范 只要借信有明确的清楚 长辈的心他们是想要爱孩子的 也许有时候用的方式不太一样 可是让他们偶尔来照顾一下孩子 也不是一个绝对不能考虑的选项 所以选择后援的居住地 如果你可以离后援近一点的话 他们也许可以成为你们意想不到的帮助哦 再来聊聊道宅保姆 道宅保姆呢 我是姐妹介绍的 那个时候保姆就是一个礼拜来一次 一个下午的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我就可以出去走一走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见朋友啊 弄头发啊 按摩等等 就是会做一些让自己喘口气的 开心的事情 我甚至觉得这个社会应该要多培养一些 临时终点的道宅保姆 让全职妈妈可以喘口气 那当然前提是这个保姆 要是你非常信任的对象 第三个是体力 我现在是生到第二个小孩之后 深深的体会到 体力是这么的有限 时间这么有限 以前生小孩 前我有一群酒肉朋友 三不五时就会约出来喝酒啊 瞎聊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 常常喝到三更半夜 白天也起不太来 对身体真的是非常大的耗损 导致我后来就比较容易累 也改不太掉爱喝酒的习惯 那回想起那一段时间的友谊 对人生有带来什么益处吗 好像也没有 还有另外一个大缺点 是这样类型的聚餐 都会花掉很多钱 以前一次出去吃个饭加喝酒 可能就会花一两千块 现在回想起来超级后悔 如果那个时候可以把钱存下来做 投资定期定额 现在都不知道要回收多少的股票鼓励了 如果那个时候可以每一天在家 早早就吃饭就请 现在的体力跟健康 一定也会好很多 这些都是到了一定的年纪 才能够体会的 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 他是从年轻的时候 上班就有成泳的习惯 上班前他就会去游泳 也很早睡 我们一起出去遛小孩的时候 同样都是生两个小孩 他就是有办法背着一个 再带一个出去玩 但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一定要再推婴儿车 所以我就开始思考 如果从年轻的时候 就有早睡早起 少喝酒 运动的习惯 那生完小孩后的体力耐受度 会差很多耶 体力如果不够 对小孩 对另一半 对朋友或对自己 都会比较累 比较没有耐心 最后一个就是工作 可以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办法把现在的工作 生小孩前的工作 发展成一个 在家里也可以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一个 时间弹性的兼职状态 如果你在生小孩前 有这样的构思的话 也许你看待工作的眼光 就会不太一样 譬如说你有没有办法 把工作成为一个 接案的形式 那如果有的话 有哪些技能 是你现在所缺乏的呢 就可以趁还没有生小孩 前还有时间 就赶快学习 我以前的工作 是在补教业 在那个时期 有家长 找我当共学团的老师 也就是几个家长的孩子 组一团 请一个老师来教这样子 从大班制的补习班 到共学团的个别课 我就要开始学习比较 多比较几家出版社 来找适合小孩子的课本 那个时候 在小班制教学 所要多花时间学的东西 让我现在当全职妈妈以后 可以用那个时候 学习到的技巧 自己在家里面开班授课 节省下来往返公司的交通时间 也多赚一份零用钱 那更珍贵的是 可以去认识一群 志同道合的妈妈 有时候我们上课 他们在旁边的沙发区 一起编织毛线啊 勾针 然后下课以后 我们一起交换教养书 这些都是以前当 全职上班族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恩典 我另外一个朋友的例子是 他跟老板在谈接案子 然后在家工作 用寄件的方式换取薪水 送完小孩去上学以后 他就可以先去公园运动 再回家工作 准备午餐 小孩放学没有送安亲班 放学就接回来 再去公园玩 回家写功课 八点多就洗澡睡觉了 所以如果你正在担心 当一个全职妈妈会 钱不够用过生活 又刚好听到这一集的话 我想要鼓励你 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的单一 我用我的经验来跟你分享 很多的可能性 那有想精进什么技能 就准备去做吧 上面的四点也许不适合 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这是这五年来 我观察自己 还有身边妈妈们 观察下来的心得 如果你刚好有这个需要 又听到这一集 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些思考 那如果有什么其他的好点子 也欢迎提出来留言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彼此帮助 让育儿之路更踏实 清省的妈妈小天地 我们下次见 拜拜